我們的國人跟持有相關拘留症的 本來不需要繳交PCR陰性的證明 我們會希望在機場直接採驗 那由於這個在入境裡面 我們大概看7月 裡面總共有11個境外移入 那有6位 都是從菲律賓進來 所以我們也對菲律賓的 疫情 再做進一步的了解 那近兩週菲律賓他大概每天 都以1600個這樣的一個病例 平均1600個 病例數在增加中 那也回顧看一下他的一個檢驗的量能 那他雖然以前的檢驗從以前的2000升到 現在的一個每天檢驗25000人 那不過他的陽性率 是高達12% 所以陽性率也比我們高很多 那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從再去看看 其他的國家的一個入境的資料 那香港 日本 新加坡 他們持續也對 在 也檢驗出對菲律賓入境的旅客 占當地7月份 境外移入的確診的病例數在15%到29% 都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比例的一個境外移入 所以在這幾波的來看的時候 所以我們大概決定要 採用 一個新的方式 不是新的方式 增加一個檢驗 大家知道 從現在從境外進來的時候 那就是非國人 國人 跟有居留症的 那基本上我們住進 檢驗14天 那是外國人的話 基本上要繳交3日的PCR的陰性 那才能夠上機 那到臺灣來 那我們現在針對好一部分 沒有檢驗到 就知道我們的國人跟持有相關居留症的 本來不需要繳交PCR陰性的證明 我們會希望 在機場直接採驗 那有症狀的到集中檢疫所等待 那沒有症狀的 仍然回家等待檢驗的結果 那這個措施從禮拜天開始來實施 因為明天是沒有班機進來 所以禮拜天正式開始實施